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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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九七奈成为了九尾人助力 几年后 九七奈和水门结婚并怀孕了 但是在分娩时 九尾的封印会减弱 为了以防万一决定去结界中分娩 在前往结界的路上 九七奈正好遇上了刚刚出生的左柱 这个时候的二柱子长得也是相当可爱 晚上 到了明人即将出生的时候 九尾想挣脱封印逃出来 在水门的帮助下 明人成功出生 但因为一切都很顺利 结果 面具男闯了进来抢走了明人 面具男为了支开水门 在明人的包裹下放了引爆符 水门只能被迫使用顺身术逃走 甩开引爆符 面具男已成功抓住了九星奈 想要解开九尾封印毁灭木叶 面具男利用数式成功放出了九尾 九星奈虽然奄奄一息 也没有马上死掉 水门把九星奈带走 和明人放在一起 自己决定去阻止面具男 面具男来到村子召唤出了九尾 木叶瞬间大乱 水门赶到和面具男打了起来 他发现 面具男的时空人数比自己还要强大 便使出飞雷神二段 配合螺旋丸成功击中了面具男 还在他身上留下了飞雷神术适 面具男背费了一条胳膊 还没站完 水门瞬间来到他的身边 使出术适让九尾面具男分离 面具男看不是对手 只能先撤退了 水门回到村子 召唤蛤蟆老大压住了九尾 并把九尾转移出了村子 为了能干掉九尾 水门使出了尸鬼封禁 封印了九尾一半的茶克拉 并将把另一半封印进明人体内 九尾一看发怒了 想干掉明人 九星奈和水门同时挡住了九尾的爪子 随后 九尾被封印进明人的身体内 故事到此结束 本期互动话题 测试你选中的人物能打败九尾吗 手机截图或按下暂停键选中图片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